哈囉,歡迎收看公民丁1.5會考起提特級 這支影片我們要講第44題 第44題的題目如下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,可以先把影片按按暫停 把題目看完 我們就先直接開始講囉 這題想要考的是政黨型態 它的題型比較活一些哦 這邊要注意的是 它說前三大黨就占了整個國家95%以上的席次 也就是說 它的暗示你只要考慮前三大黨就夠了 另外它最後要選出多黨制 也就是說沒有政黨過半 或者我們說最大政黨沒有過半 就是我們要選的答案 我們先來看看假的狀況吧 假這個國家第二大政黨有20%的席次 那麼我們就可以推論 第一大政黨一定會過半 理由是因為前三大黨加起來一定要超過95% 就算第三大黨只比第二大黨少一點點 有高達19%的席次 可是將第一大政黨還是會有56%的席次 甚至更高 所以它的形態會比較類似一黨獨大 那麼以這個國家呢 它的第二大黨有47% 所以說第一大黨一定要比它多 就可以發現前兩大黨幾乎南瓜 南瓜 哎呦不是啦 南瓜啦 所有席次 這個就是屬於兩黨制囉 我們就把它刪掉吧 接下來 丙這個國家第三大黨只有2% 就代表說前兩大黨要超過93% 這個就會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前兩大黨差很多的話 那麼就會比較偏向一黨獨大 前兩大黨差不多的話再度難刮了所有席次 那麼就會比較偏向兩黨制 總而言之 丙這個國家不太可能會出現多黨制 所以我們就把它刪掉囉 最後丙這個國家前三大黨獲得31% 也就是說前兩大黨加起來超過64% 但是第二大黨一定要比第三大還要多 所以會超過31% 那我們就可以推論 最大政黨不會過半 所以丙這個國家一定是多黨制哦 讚讚讚 這題的正確答案就是 丙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到FB按讚和YouTube訂閱 給我們更多支持哦 跟我們丙 我們下次見 拜拜